养了一年的时候不怎么长 它一直荒野不断 状态不好 这时候咱们花友听我的 你就把根拔出来就完了 他根一拔 出现了问题 是吧 有人说 这怎么这么多瘤呢 是不是根瘤病啊 恶性的瘤 这叫根癌 这颗小胖菩提得了根癌 它咋得的 这个是一个土传病害 说明你用土不行 土壤当中菌太多了 导致它治病 咱们怎么治 咱们首先 它既然是癌怎么办 必须做手术 得留着狗头杂给它干上 必须给它切除 整体的把它给切除 周边带流部分的 一点都不能留 一丁点都不能留 整体给它剪掉 那咱们手术做完了 必须得给它进行一个杀菌 高猛酸甲 溶液给它干上 那么高猛酸甲 它有比较强的一个腐蚀性 咱们稀释的时候 你在药房买这种高猛酸甲 药片都可以 咱们稀释的时候 要兑到四千倍以上 那么咱们给它泡里 泡个五分钟左右 脏口略微晾干的时候 咱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上盆 以前种它这个盆土 咱们是肯定不能用了 咱们换新土 我用的还是咱们种了大火土 那有些时候 咱们在外边 在公园的马路上挖的这些土 你不知道它里边有什么病菌 是吧 公园里的土到家以后要杀菌 像咱们这个土 都是杀菌以后处理过的 包括里边家的珍珠原 火菜石 树皮 都已经是饭好了 到家以后 咱们直接用就可以了 这时候由于这个植物它没有什么根了 已经就是一个庄 那么咱们像千叉植物一样去对待 埋的 适当的 稍微的深那么一丢 定根水给它浇透以后 咱们要给它进行修剪 是吧 植物没有根 把所有的顶牙 包括顶端的这个顶牙 是吧 侧端的这个顶牙 咱们做一个无差别的一个修剪 这样就减少它一个养分的一个输送 是吧 在同时啊 咱们稍微保留一丢叶片啊 让它去叶片去制造一些糖分 其实跟清材是一样的啊 如果换完盆以后 持续性的落叶啊 咱们可以找一个大的通明树料袋 连盆 再土整个给它套上 那么咱们缓苗的地方啊 放在明亮 散射光的一个地方 不知道的翻我之前的视频 讲清晰的讲过 咱们室内哪块是 直射光还有闪射光 那么等它恢复 你需要非常强烈的耐心啊 至少两个月 你不要着急啊 你复合肥 怀治肥 咔咔往里冷啊 你又养分骨粉 你没有用啊 用完反而它状态更不好 就是静静的等待它生根 那么生根液 这时候可以用一到两次 也不能频繁的 例如啊 土里边的病菌 你不了解啊 植物整体状态不行的时候 你想解决啊 不用问 直接拔根 你就发现问题了 别忘了点赞关注啊